花蓮市公所举办的2022小城生活 我家旁边有个港活动 从8月份开始接连展开一连串的系列活动 13号登场的是港街走读 特别邀请到自由文字工作者谭杨 担任讲师 带领民众从走读当中 认识花蓮港周边的发展史 学员们戴上耳机跟随讲师脚步 从像是广场的抹香金雕像出发 一路沿着路线进行导览 这是花蓮市公所办理的2022小城生活 我家旁边有个港系列活动 在13号登场的是港街走读 特别邀请到自由文字工作者谭杨 为参加民众导览花蓮渔港 并从诗跟文学的角度 透过回忆的方式回顾花蓮渔港 从古至今的点滴故事 今天这个活动是渔港走读 但比较是我觉得是文学跟记忆情感性的走读 所以我自己是海上解说员 然后也陆续参加过一些海洋活动 所以比较想从这个渔港海洋的魔幻故事集 这种角度出发 所以当然会带来几个跟附近这边的地景 跟一些这个空间有关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刚经过的向日广场 然后在这个瞭望台上讲了鸟踏石的故事 鸟踏石村 眺望它的新的旧的位置 然后等一下其实会去到旧的赏金码头 去探看一下以前 现在拆掉了以前的曾经有机会建立起来的赏金救援池 它的旧的影像跟它的空间的地方 最后会绕到渔会大楼后面 然后去看这附近的庙宇 然后也有一个像这样牵诗的小游戏去 让大家可以读一些跟花蓮有关的诗 好像去分享一些描写花蓮渔港的文字 然后跟海洋的记忆这样子 花蓮港街游系列活动分别有小城讲堂 港街走都及展览等三个区块 带领民众从花蓮港及花蓮铁路 这两个构成花蓮市发展的要素 来看花蓮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花蓮市工作网站 及花蓮市观光咨询网 查询活动内容及报名时间 记者徐立芹 花蓮市报导